哈囉大家好我是萊丘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如何利用 iPad 加上 Co-Pilot 以及搭配最近很流行的卡片和筆記法 來完成我們的電子書重點快速整理 那麼今天的影片內容一樣含金量很高 開始之前不妨按讚訂閱收藏起來喔 Let's go 在開始之前我們要確認 iPad 上面已經有安裝這三樣東西了 第一個是我們的電子閱讀器 那我這個也是用 High Read 但如果你要用亞馬遜的 Kindle 或者是樂天的 Kobo 也都OK 那第二個是筆記軟體 那我個人是習慣用 ScreenToe 當作我的知識管理工具 那如果你是要用 iPad 內建的備忘錄 或者是 Google Doc 這個也都沒問題的 那最後一個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之一 就是我們的 Co-Pilot 那安裝完之後就放在這 那緊接著我們要使用 iPad 上面的螢幕分割的功能 那我首先先打開我的 High Read 那打開這個電子閱讀器之後呢 我點選上面 按下去之後按下分割顯示 OK 那我右邊就是要我的 Co-Pilot 那你可以自由的調整你想要的螢幕比例 OK 當我們都準備好電子書閱讀器 以及 Co-Pilot 之後呢 我這邊今天就選這本超越直覺來當作案例參考 那記得大家在開始做筆記之前呢 我們先把 Co-Pilot 上面的 這個使用 GPT-4 的選項給打開 這樣子它才能套用比較厲害的這個 GPT-4 的模型 好啦 那在我們閱讀商業書籍的時候呢 有時候會看到一些專有名詞 打個比方我今天在這本書上面看到這個飛魚策略 我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我先把它畫線畫一下 OK 那如果你有用 Readwise 的這些工具 我們畫完線的重點 它會自己同步到 Readwise 上面 但是它要付費 我們今天免費版的話可以怎麼做呢 以往我們的電子書閱讀器都沒有辦法 使用這個文字複製的功能 就是我反白之後沒有一個複製的選項 那這個時候要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利用 iPad 很好的一個功能 那就是截圖 所以呢 我現在把這個筆記的畫面給截圖之後 我先把畫面框選到我想要的筆記的範圍 那框選完之後 我按下 iPad 上面右上角有一個文字掃描的功能 那掃完之後呢 它可以讓我們選擇想要複製的文字 那我就把這個飛魚策略的部分呢 把它給全部 Copy 起來 那這張圖片我就不需要用了 我就把它刪掉 刪掉完之後呢 我很直觀的直接把它貼到我的 Co-Pilot 上面 我這邊想要先問問看 Co-Pilot 到底什麼是飛魚策略 這樣子呢 Co-Pilot 就可以根據我們的筆記內容 以及想要提問的問題 上網透過 Bing 搜尋領情來給我們想要的答案 那這個重點就是我們查完的資料就可以當作我們的卡片和筆記法的延伸的知識 所以呢這套流程呢我個人覺得非常的方便 大家可以學起來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 Co-Pilot 已經在提供給我們答案了 我們不需要再像以前一樣 就是看到一些不懂的地方 要暫停手邊的閱讀 然後呢到我們的 Google Search 上面 找尋要的答案 那這樣一來一往已經會中斷我們的這個 這個閱讀的這個心流 讓我們呢一下子看到不懂的東西又要暫停 那這樣很難一口氣進入這個書籍當中的這個閱讀的情境 那當你閱讀到一個段落想要休息一下 或者是想要整理你手邊的筆記 這個時候你可以先回到這本電子書的封面 那我們可以先把它截個圖 那截完圖之後呢 這張照片呢就必須把它存起來 那存起來之後 這個時候我們回到我們的桌面 那打開你常用的知識管理工具 像我就是用ScreenTool 那打開來之後呢 我預設會是在我的桌面 也就是這個Desk上面 那接下來呢 我就是先新增一個關於這本書的標題好了 這本書加價就超越直覺嘛 超越直覺 那我選擇一下我想要的字型大小 以及我的背景的顏色 OK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來新增卡片 那我這邊呢 一樣新增一個卡片 就叫做超越直覺好了 OK 那新增完畢之後呢 那我一樣利用畫面分割 所以按下三個點點 那分割顯示 這個時候呢 再按下我的iPad這個照片的功能 那以下呢 就是我剛剛解好的圖片嘛 那這個時候很簡單 我一樣點開這個超越直覺的卡片 這個時候呢 直接把我的圖片放進去 這樣子呢就可以很方便的 把我想要的書的封面給他丟進來 那這個時候再返回我的desk 好 那如果你要編輯這張卡片的話 一樣就是按下剛剛這個擴展的按鈕 OK 他就可以來到我們編輯的畫面 那通常除了書的圖片封面之外 我也會把文字的目錄放在這張圖片底下 那有時間的關係 我這邊就先不demo了 好啦 所以呢 我們的封面已經有了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把剛才用copilot做好的筆記呢 給一一的丟上來 那我這時候先把我的相簿給關掉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要叫出剛才的copilot囉 那我這邊呢 一樣是用分割顯示 這個時候再點選剛才的copilot 我的copilot上面呢 都還保留我剛才查到的 所有的資料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利用新增卡片的功能 來把剛才copilot的資訊呢 通通給丟上來 然後這邊呢 一樣先新增一個card 那我剛才有查到這個匪魚策略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這邊就寫一下 那這個時候呢 卡片新增完成之後 我們再點選打開它 那這邊一樣是複製copilot上面的文字 那把它給貼上來 那貼上來之後呢 如果你覺得這些連結很煩喔 就是想要把它刪掉的話 那一樣很方便 就把它 全部把它刪掉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所以呢 我很快速的 就把匪魚策略的定義 把它給 放上來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可以來繼續新增下一張卡片囉 再回到我的白板上 那回到白板上之後呢 我剛剛也有查那個 邊際消費者嘛 那邊際消費者呢 我一樣是可以把相關的資訊複製起來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 我就可以很快的去 搬移我在copilot上面查到 已經幫我整理好的資料了 那除了這些內容之外 因為畢竟卡片和筆記法 很需要我們內化完 相關的知識之後 把它製作成 屬於自己的一些心得 所以呢 除了貼上這些查詢到的資料之外 我們在卡片盒上面 在我們的白板上面 也可以利用視覺化的管理工具 來整理出我們 閱讀完這本書的一些脈絡 OK 我這邊呢 再舉我之前做好的例子 給大家參考一下 OK 現在各位看到的是 另一本書的閱讀心得 它叫做是 運氣是可以鍛鍊的 那麼呢 我一樣是透過截圖的方式呢 去把 這本書的封面 以及作者的資訊 給記錄下來 那麼另外在章節的部分 看你是要用截圖的 或者是 你可以去博客來查一下 這一本書的章節內容 那再把它用文字的方式貼上來 也都OK 那接下來呢 我稍微把它縮小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 我針對不同的章節的筆記呢 我有利用這個 ScreenTow它的 Card的顏色的功能 然後來把它分類 那像是第一張 我就用這個淺綠色 那第二張呢 就用紫色 那第三張用咖啡色 那第四張用綠色 我用這種方式呢 把它分門別類以下 那在做卡片和筆記的時候 很重要的是 Tag的管理 OK 我這本書還沒完全的做好 我的Tag管理啦 那大家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那因為我希望在未來回顧 我相關的知識的時候 可以知道內容是從哪裡來的 所以我這邊下一個Tag 就是這本書的名稱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如果你要看一些比較 專有名詞的部分的話 像是這個共識性也是這本書當中有提到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有利用不同的Tag的功能 然後來把它給做個紀錄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筆記上面是不是有寫到 就共識性是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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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這些內容 那這些內容呢 就是我用Copilot 他去查詢到的資料 因為我過去 雖然有聽過共識性這個概念 但是我卻沒有很理解 他的一些發展的脈絡 那如果你要查詢這本書 他的重點章節的話 其實根據這種視覺化管理的工具 他就可以很方便的看到 我們這本書他到底重點是放在哪裡 你看到的某一張卡片 他如果跟其他的卡片連結越多 就代表這張卡片是這一本書的精華重點 所以如果舉我這一本書當作案例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我這個零點能量場跟意識的類型 這兩個觀點就是我們作者核心想要討論的內容 所以如果我下次回來再看一下這本書的board 也是這本書的白板 我就可以很快速的來點開 我的零點能量場它到底是什麼 那我就是可以把這個重點把它再回顧一下 還有意識的類型是什麼 所以當我做好這些筆記之後 我就可以下次還可以再重複的去把它給提取出來 甚至是未來如果我在寫跟心理學或者是意識 相關的筆記的時候 因為我已經有下這些tag了 那我都可以很方便的去把這些內容 把它再加以利用或者是引用 所以非常的方便 提供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如果是iPad內建的文字備忘錄的話 比較難用這種視覺化的方式來管理我們的筆記 但是你一樣是可以透過這個tag的功能 來把我們的筆記給分門別類 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分享 無論你是要用iPad免費的文字備忘錄 或者是像我用的ScreenTo這種知識管理工具 都可以將Copilot產生出來的筆記 貼在上面進行重點整理 只不過我個人還是推薦ScreenTo這種可以視覺化的管理工具 這樣子筆記做起來之後再回顧也是蠻方便的 那麼我把我的折扣碼放在底下 大家有興趣可以再點選註冊一下喔 我是來修文下次影片見 掰掰